入冬最強的寒流馬上就要來了 到底會有多冷 趕快把時間交給趙雯 沒錯 這一波寒流真的是非同小可 是今年最強的寒流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戒備 那麼如果今天沒有曬到太陽的 恐怕機會一路要等到禮拜四囉 下個禮拜四很久 因為陽光只剩下半天而已 到了明天開始封面來報導 還有禮拜天又一波寒流 因此陽光要跟他說拜拜了 我們來看一下明天就是學測 那麼很多同學要去準備考試了 天氣究竟如何呢 先告訴大家 跟今天的天氣形態真的差很大 為什麼 因為有封面通過了 水氣會增加 包含像是苗栗以北 還有宜蘭地區 整個東半部都會下雨 甚至這樣的雨是一路 會延伸到中台灣一帶 所以中部以北地區 東半部都會下雨 那麼禮拜天寒流逐線南下了 北部跟東半部也是濕濕涼涼的天氣 而且這一波的寒流呢 其實不是到禮拜天就會觸及寒流標準 而是要等到下個禮拜二 實際上呢 禮拜天這一天呢 主要是這個大陸冷氣團 大概是12到14度 也是滿涼冷的 那麼一直要等到下個禮拜一到下個禮拜二 甚至下個禮拜四一路都是寒流的籠罩範圍 那麼很多網路上的粉絲朋友們就在問啦 這一波寒流你們都說 是今年以來入冬最強的 有沒有機會會冷到停班停課呢 一句話告訴你們 不可能 不用期待了好不好 因為呢 在我們這個台灣的官方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標準 所以說要冷到停班停課 不可能啦 好 那麼最冷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呢 主要是來到下個禮拜二到下個禮拜三 將是最寒冷的時刻 你看到紅色這一條線就是北部還有宜蘭地區 溫度都在10度以下 那麼最冷呢 是有多冷呢 像是北部跟宜蘭大概是7到9度左右 那麼台中到台南地區 甚至到花蓮大概也只有8到10度而已 那麼高雄跟屏東 台東地區也只有11到13度 那麼已經這麼冷了 有機會下雪嗎 當然是有機會囉 我們透過這一波的零度線的來看看 這個1500公尺的零度線 也就是虛線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南壓到了台灣北部上空 那這樣的範圍有哪些地方呢 包含像是拉拉山啦 太平山啊 都在這個範圍裡頭 那麼來看到實線的這條黑色的線 主要是3000公尺的零度線 也就是呢 海拔大概是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機會下雪 因此這樣的範圍 包含像是玉山啦 還有河歡山啦 以及呢 中央山脈東側也都有機會下雪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各地追雪的機率又是如何呢 好 包含像是太平山 哇 你看看這個寒流追雪的機率 來到8成到9成左右 那麼如果你要去追雪的話 時間點是在下個禮拜一的晚上開始 這個水氣足夠 再加上溫度足夠 這個條件配合之下 太平山 宜蘭的太平山就有機會下雪囉 再來看到桃園的拉拉山的部分 也是高達8到9成左右 另外呢 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 包含像是玉山 還有河歡山 也是8到9成 那麼這一次 很多人都在問陽明山 有機會嗎 好 這一次的這個寒流算是入冬以來 最強的寒流 但是跟2016年的霸王級寒流 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那時候的霸王級寒流 大概也只有3到4度 所以陽明山拉 甚至呢 台北市的市區都有下雪 不過這一次的溫度啊 大概呢 是7到9度左右 所以說溫度沒有來的那麼低 不過要提醒大家 雖然不是之前的那種霸王級的寒流 但是你要用那種高規格來應戰啊 因為呢 是極為濕冷的 再加上這一波又會下雨 所以說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要去追雪的話 欸 像是雪鏈一定要有 另外呢 像是圍巾拉 後外套啊 毛帽啊 還有手套通通要背著 否則你可能 在這個身上 會被又凍傷的 這個狀況可能還蠻高的 那麼來看一下 各地氣溫了 吉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高溫來到25度 今天是晴石敦的好天氣 苗栗台中山畫南投根玉林 高溫來到27度 那麼有機會來到28度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高溫來到29度 甚至不排除來到30度 宜蘭華林跟台東 高溫來到25度 東半部略有雨時 離島的澎湖靜門跟蓮江 高溫來到22度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立刻下載靜門跟平二 幻子 超級 超級